Hello 大家好 星期一的新闻联播时间和各位见面了 常狗大师 大师有没有要澄清 专家小组 袁国勇有份 专家小组多谢网友的留言 大家先搞清楚 抗疫专家小组有四个人 分别是袁国勇 港大微生学系主任 许树昌 中文大学的外科及药物治疗系主任 福田敬义 一位日本人 是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教授 最后是梁卓偉 香港大学的医学院院长 这四个人是专家组成员 都不是澄清的 大家搞清楚 总之何柏梁不是 蔡坚不是 蔡坚是以后会会长 首先讲开心事 前会长还是会长? 现在也是会长 大家先讲开心事 昨天马桂开罗 不旺丁 但极度旺财 十三亿七千六百万的投注额 破了历季的开季的投注额 还比上季升了6.8% 起出望外 简直是 因为马桂现在赌马的人是少了 看来就多了 本来一直都少了 现在又多了 之前大家都怕投注会下跌 另外有个问题 跑赢了都可以整班人拉头马 今季都卡住了 只可以马主拍一张照片 尽量是这样的情况 看到全场人都戴口罩 昨天看直播 只是那些骑士又不戴 不知道为什么 骑士戴不了 情况是这样的 很开心 你怎么赢钱 赢到开河 这家人赢得很开心 赢了几千元 一般来说 在街上多余 你仍然容易赢 因为原本是核心的 是赌得比较好 所以如果成交多了 在股票里 你脑枪就赢得多些 我不反对你的说法 这个说法是绝对正确的 昨天也发现有些 无端端有很多人买 都明知是没有机会的 真的 昨天那些马 其实在我西门院长的指导之下 昨天那些马基尔道 都很开心 起码头彩赢下去 不是经常赢的 说回香港 昨天就上去双位数 21宗 因为其中也有5宗 是由全民普及检测发现的 再加上去 有3位老人家就过世 都是长期病患 过世的人数好像去到97个 98个 突破100大关 当然数字相对其他地方 都是小数 全部没有年轻 没有 完全没有 最年轻的 六十多 其实最震撼就是第一个 三十多岁 黄埃花燕的 之后也是很年轻的 现在他们应该懂得点医 我看他们说 那些用类固醇 用什么的做法 即是他们现在医的时候有把握 即是有数据 所以应该可以减低 有质碎 有很多种方法 以前的平方 对肺炎的气压 不太好 很多种 关于似新型冠状病 就有些新的 现在是否死亡 全世界有这么多案件 两千万 未到两千万 好像一千七百 一千八百万 总之全世界有这么多案件 应该都不懂得点医 应该死亡率也会降低 实际上死亡率也会降低 等疫苗出现 因为情况还未清零 限聚令的两人未开放 都是两人 食肆可以沿到十点 Sona那些就可以开 美容院可以开 但要全套保护衣物 做足防护措施 我想再一次去单位数据 会有再一步放宽 是的 希望限聚令放宽 因为很不方便 也有很多外用案件 政府亦呼吁外容 快点去登记 做全民检测 因为外容的问题 你说严重又不是 应该要做 外容问题不严重 但外容有潜在性的爆发 你才知道 外容也不应该等爆发 你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要特别去控制外容 这个管理也是预见力问题 你有没有那个问题 你不要发现了 然后才发现 你那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也就是说医病 还未发病的时候 这个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预见力 昨天政府也有一件事 他昨天才呼吁 有病征的人士 就不要前往检测 避免交叉感染 其实第一人应该说 如果你有呼吸道病征 就不要去参与全民检测 去看医生 不要来全民检测 如果他有呼吸道病征 他不检测 他应该怎样 去看医生 或者医院急证 那一样会惹人 起码不在全民检测 他现在这样作出 我觉得 如果你去看医生 你有呼吸道感染 你惹人有机会 大陆全民检测 惹人有机会 只是不关政府的事 假设我有 全民检测 我在街上排队 你排队也会有一定距离 对 而你去看医生 是几十个人 在密集医院 一两个人就知道 入队就很少人 所以如果说 你惹到的机会 全民检测 应该是低于医院 老实说一定低 其实昨天的 中心都挺疏落的 第一回合 那一刻就过了 所以 要看回那件事 他这样说 整件事 又是错了 你没有现场 那件事 你一定要有实地 就是 前世人员实地去研究才知道 你不去前世研究 你很难知道 没错 不过大家稳定一点 去公立医院的证实 是不是应该这样 或者打个电话 报警 看看怎么处理 我想你有病症 你不能报警 我 什么叫病症 病症的口不舒服 你很难 你怎么报警 如果叫十字车来 如果你是普通的伤风感冒冷症 不是的 根本就是伤风感冒冷症 怎么叫十字车来 你当然去全民检测 你有病症 我有病症 我不是去全民检测 你没有病症 你才去 这个人反转 很尴尬 是不是 你才说什么 不是 政府都要澄清一下 陈兆史 都要怎么做 叫市民 现在网上登记突破了100万 刚刚最新就是107万 有80多万人都接受了检测 那样本会陆续出来 找到的个案都是零星 可以这么说 就是比较 跟想象中 在说 全香港有1500个隐形病患者 现在有 百分一的人做了检测 如果你这样除去的时候 应该可以找到大概200个 但是现在还没找到 也是找到十几个 好像也是找到十几个 他们这样说 通常有1500个隐形病患者 都是一些专家 有些专家 专家通常都是错的 专家通常都说大些 是 保障一下自己 就是说小就被人罵 说大就没什么事 都是股票的原理 另外 陈兆史接受电台的访问的时候 就会说 再做全民检测的机会都不大 可能这个制度 开了这么多检测中心 就用来给一些特定社群做检测 例如 洋洋行说 可能是学界 医护 或者是老人家 都是有用的 我觉得 再做全民检测的机会 不是很大 就是 应该说 如果你再不爆发 再做全民检测 不是很大 第一 如果再不做爆发 你当然不会做全民检测 但问题如果爆发 那你也要做 可能做 可能做 可以做 所有事情都在 第二 就是 做不做 之所以做不做 庄裁的时候 也是由中央政府决定 也不是陈兆史丹说的 不要说一些 就是当你维根斯坦说 对你不知道的事情 你应该保持真正 对吗 维根斯坦在Tratetis 说的 很出名 cannot speak 不可说 那些事情 你不应该在这儿 走出去乱吹 你应该说 暂时来说 我们不需要再做全民检测 因为现在疫症 比较平复 对了 但做不做 你陈兆史丹说不到事情 不要这样 难道我说 暂时来说 美国不会再进一步 量化宽松 难道我 是你自己第三者 吹的 你就不是真正 是决策的人 不要吹 昨天也有 多百多个内地医护人员 到了港支援 香港的内地医护人员 支援有570个人 陈兆史丹也在同一个电台节目 说 可能也会考虑一下 不用现金交易平台 因为用这个钱也是很骯髒的 跟内地同一口径 现在香港 已经开始中了 不用用现金 Google Pay 支付宝 也有很多人在用 这是潮流 我想也不是 关不关 香港有些人死定要用白达通 香港有些人死定要用白达通 他们觉得支付宝很落后 白达通才先进 是吗 有些人认为现金比较好 比如运水 他们也认为现金比较好 很多时候有托鲁严 用支付宝支拿宝 太老土了 太落后了 我们应该用现金 然后大家也认为 比如德国人用现金 日本人也用现金 那些 现金有其好处 老实说 昨天我整个赛马程序 都是电子支付的 你好像不可以不电子支付 就算不电子支付 你好像不可以去投资站 所以你全部要是打电话 要是打电话 其实昨天整个跑马过程 都是电子支付的 银行过数 马会账户 有了一些利益 所以我做回到银行 那时也没有远金交易 因为银行 都是情况大趋势 另一方面 广东省入境 也继续 24小时内的阴性报告 才入境 入境之后需要隔离14天 没有放宽 可以看到内地对疫情的重视程度 都未开始 基本上全世界的疫情 都是第三波 所以你不是重视程度 你也是要重视的 是的 因为港东省自己守得挺好的 同一时间 中国也加强 对美国入境人士的限制 包括上述的案件 另外要填银码 追踪到他们 接着又要填填健康新报表 这也是对的 美国目前为止 都是世界上最多感染的地方 限制他们 他们留有机会最大 因为基数最大 好了 另一宗新闻 专家组成员许树昌也说 卫生署已经预订了 全香港 35%人口的疫苗 可以可供使用 这些东西是补充的 其实香港 港府早前宣布参与新冠疫苗的保障机制 COVAX FACULTY 这项由国际疫苗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计划 保障参与计划的地方均可于疫苗研发后 获分派疫苗 挺好的 有一个FACULTY的统一 但他们不知道分派了什么 是的 预计于2021年底 可以供应疫苗于各地 2021年底 跟Bill Gage昨天说的一样 昨天Bill Gage接受电视新闻访问 可能是前日 他又说 疫情应该是2021年底 It's over 一切回复正常 照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这样说 大家就一年去捱 一句说完 他有三十几百分之后 是不够香港用的 35%的人口 对 可以订够 你现在够这个是你自己想的 还是什么 他们官方说法 就说他们要在压压订 当然 不够 那就是不够 我说够那些优先的 例如医务人员 老人家 那些比较紧急的人 那你三分一人口 例如小朋友 老人家 和那些前线 都顶着 他们说会再订三个品牌 是 三个品牌的 英苗 而中国就刚刚出了三个品牌 对 中国会推出 木门对木门 竹门对竹门 那都是OK的 是的 至少中国的东西 你用不用 你都要用的 而且可能应该便宜一点 因为他们的生产能力 中国是做出 大量生产能力 全世界是最强的 所以 你如果在很短时间做出很多东西 现在有些地方 打入1500元 在外国的地方打入1500元 1500元 推出了吗 有些人推出了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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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俄罗斯 如何处理这件事 因为都没有看到新闻 要看看才知道 好了 回到昨天 网上有人发起 在原本的9月8日 立法会选举日期 在九龙游行 现在的选举又无助 昨天都在朗豪方一带 旺角西洋赛街 都有人聚集 也有冲突 也有倒路 也有市民被票控 警察驱赶市民 捉了300个 289还是300 现在是289 因为昨天是下午2点 搞到晚上9点10点 随随随随随 有人聚集 散了聚集 在西洋赛街 现在就有警察 向罪责弹弹发射胡椒球弹 我觉得上算平静 旺角也是搞不定的 旺角黑夜 有一宗新闻有个12岁的女童特围警方防线被警方推荐 当然是他不适合 他叫他买美食用品 他自己买美食用品露锅 各个说法 总之一句说完 如果不是出来示威你是经过王国 警方叫你停就停 很简单 跟警察先生有什么事 大家以礼相待 就麻烦了 其实是没有事的 大家先不要冲动 好吗 你所说的那些是不厉害的 假命不是请客 吃饭不是瘦花 我知道 我现在在说若然我真的老过王国 我想不会有人真的老过 我一定是说谎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说谎 看到我的情况还老过 你又不敢说 我昨天都差点出去了 你经过你就会老过 你出了不是 你经过你都会走 你都会走 你经过你都不会老过 你说出来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你如果觉得出来是一件光明政大事 你已经出来抗争了 你就不要出来说谎 对的 这件事你还要做什么呢 你又要害怕 就是你出来玩还是怎样呢 你又害怕承担 你又害怕承担 你又害怕什么 不是的 我现在出来的光明政大事 就是走出来 作为一个普通市民 昨晚晚上有人约我去 我们本来约了七点多钟 在佐敦那边见面 我就说那边有些东西 我约了下星期 我就是这样 你不需要 如果这样就说 你教了很多小孩 所以你那样东西 就全部扭曲了 就是教他说谎 教他什么东西 整班人都在谎 而很多警察被捉他 被人家说 捉了 还有很多人被人拖行 拍到 也是要制服他 另外还有一个 特别的 有一个新巴的司机 在旺角尼敦道 970 不是你受到12岁被人拖行 那件事吗 不是 拖行不是12岁 拖行是另一个男生 那12岁是怎么制服的 刚才你说的 被警察推跌 被警察推跌 那没办法 那他特为警察防线 那你说是不是 过分暴力的 大家看视频去 我觉得有一样东西 你说 OK 你制服一个人 需要多少个人 那也很难说 不是 制服一个人需要多少人 制服一个人需要多少人 但特别是不价 可以这么说 对不对 那些人经常说 几个人对付12岁 对不对 制服一个人需要多少人 如果你一个人制服一个人 是可以的 但特别是不价 可以这么说 对不对 现在说12岁 为什么人们会说12岁 为什么会 制服一个人 只要12岁 不是 我现在说 那个状况就是 那些人经常说 为什么 你 不舍 射手射鸭的问题 是是是 就是 警察射的那些人 不射手鸭的 你射给我看 是是 射身也未必射得中 是是是 对不对 这个问题就是 那些人 你不会知道前线 究竟是怎么去做事 嗯 我只是問制服一個人需要幾個人 你說四個,OK四個 我不知我 你不用理會,common sense 不是知不知的問題 制服你需要其他人來制服你 我應該四個不行 四個你 四個你,四個跟你一個size 四個我,我應該制服一個人 不是,幾多個,不是 幾多個像你那樣的size的人 可以制服到你,明白嗎 幾多個的size可以制服到我 幾多個你可以制服到你 如果我極度掙扎,我想也要六個 因為磅數太大 不是磅數太大,但是制服你的人 磅數也大了,是幾多個你可以制服你 即是幾多個我可以制服我 明白嗎,首先要這樣計算 四個了 OK,那大家就知道 那些人會批評那件事 究竟是否用過度警力,或者過度什麼 或者如何對付12歲的人 要用什麼方法 或者怎樣的時候 你用一個formula就能做到 就是幾多人可以制服一個人 因為制服的嘛,你不是打到他 打到他,當然是打到他沒有人 明白嗎 你其實用越多人去制服一個人 你就才能夠用到越少的武力 這個說法是合理的 對嗎 所以那些人,很多人 我覺得那些人是沒有前線的 說話是不用腦 OK,行不行 另外有個新巴的司機 在彌敦道響安 然後就被 擾讓了整個小時之後 就被警察抓了 可能現在落案控訴 有危險駕駛和床械 那都是 不知道,那就看看內情是怎樣做 昨天抓了差不多300人 289個人 比想像中多 實際上是比 想像嚴重 昨天都有全新的 四個新的訴求 包括健康碼 全民檢測 反對國安法 反對健康碼 還要恢復立法會選舉 還有 支援 現在有12個人抓在內地 希望他們可以回香港 這件事情 反對國安法 反對健康碼 要求重開補選 有一個會選舉 以及支援內地的12個給國人士 支援內地的12個給國人士 為何不回大陸支援 不給國安 我們都可以再一個 要陰性報告 還有隔離14天 可能是給你支援的 但是你隔離了14天 兩個禮拜我給你支援 稍後有這件事的報導 是有些事情發生 我先說了其他新聞 不如說了這件事 其實被捕了12個人 亦都有家屬委託了內地的律師 去鹽田康守所 他們現在在鹽田康守所 扣留 但內地的律師也沒有辦法見到當事人 在門口攔住有兩三個 有消息說 今天有其中三個就上庭 內地的報導就說 可能未必控告他們 現在叫做偷渡 可能未必控告他們 只是控告他們的偷渡 而會控告更多罪名 例如組織 偷渡 即是組織走私偷渡 可能說他們是蛇頭 12個都是蛇頭 不是 今天上庭有三個停 可能而已 要確認 OK 要看看他們 因為都未有消息 這也不是確認的問題 因為這個 你屬於律師也確認不到 大家都不知道 要等內部的官方公佈 就知道他們是甚麼罪 因為若然 不是純粹偷渡 就不是國家一年半載的事 可以判終身監禁 如果說組織偷渡 我覺得如果他們這樣說組織偷渡 現在我 我聯絡了蛇頭 我就是偷渡 但如果我聯絡了蛇頭之後 我再打電話給朋友 這隻蛇頭 是我們 你不如一起加入 我幫你搞定了 OK 那你就就組織了 對嗎 所以有幾個組織 那12個人如果有幾個人認識的話 互相認識那些 或者我再見過你 我找你的 那你就組織了 你等於是蛇頭來的 因為你和蛇頭一起 走過去 所以這些法律 這家事 如果有告過的話 你就知道 想到那個方式 你就會告到 對嗎 因為我叫你和我一起走 那個人就組織了 我叫你 我知道 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如果法律公正的地方 就讓律師快點見他們 他們有權美稱律師 如果要答辯的話 我剛剛寫 我不知道大陸的法律是怎樣的 我不知道 你看我所說 他們有權利請律師 但問題是這個時候 律師是否可以見到呢 就不知道 如果你在香港 塔了之後 你很多時候 都是很重要的 律師 如果你先讓他塔了回去 就算是香港外國 都會搞一輪律師 很難才能見到 照昨天有線電視的報導 訪問了其中一個律師 在門口 等了三個小時 最後都 接見不到當時的律師 照內地的律師 說 其實一般情況都會見到 一般的情況 或者他過去做過的 其他案件都見到 這次 看不到 似乎是一個特別的處理 OK 照他的說法 他直接說出來 直接訪問他 是 這個是香港家屬委託 深圳的律師 去處理 因為現在構圍在深圳 被大陸 光獨控告控罪 按照法律程序 如果你說得明白 原來這個是國安法重犯 那你不用說 那你沒有說 好的 要說回一個問題 另外 香港也是 昨天早上10點 日文匿量夫 主席譚德志 被捕 照後來 警方的說法 就是 本來是用國安法 試圖分裂國家的罪名 去 處理 處理他的案件 但後來經過律政司的審議之後 就覺得 不是國安法 就告他煽動文字罪 說他一些言論 藐視和針對政府 和挑撥民間之間的仇恨 這是一個刑事罪 這條刑事罪 昨天有報導 1938年 引入了香港 六七暴動的時候用過 之後都沒有用過 煽動文字 但是過去半年 其實是第三次使用 包括 三月中 中西區區議會主席 鄭麗瓊 因為在網上 分享一個 警員起底的 一個post 說一些事情 被控這條罪 然後 黎智英 剛剛被捕 亦有這條罪 控告他 這次第三次 就是 譚德志 煽動文字罪 剛才說 1938年引入的 六七暴動用過 1992年 在香港立法局進行修訂 修訂的內容大概就是 不是二言入罪 起碼你的言論會引起 某些暴力事件 或者引起某些騷亂 才是一個 入罪的地方 1997年之後 香港政府 都 全而不理 對這條法例 最近就拿回來用 我講的就是這麼多 那 譚德志就被拘捕了 大師有什麼評論呢 我評論因為一向他都是 第一他不是一條案在身 他不是第一次被拘捕 當然 第二就是他 依然入罪 這個是 從來都有法律 或者全世界都有法律 這個是全世界的法律通則來的 就是如果你用言論 引致了 仇恨 或者引致了暴力事件 煽動了 都可以的 都是認識的 就是這樣 他說話一向很囂張 大家可以看一些片段 他是特別囂張 在這麼多人之中 所以 他和萬必在一起 就是萬必應該內斂 萬必上位 所謂內斂 他一向都是屬於一個溝衝派 只可惜沒有一些 即是有更激烈的行為的時候 他應該比萬必更有用 所以他應該會有更有用 所以他應該會有更有用 但在現在這個狀況之下 萬必就有更有用 本來他們 一個有用一個有謀是比較好 這個合作 其實兩位都頗有謀 我不覺得 一個有用一個有謀 很多年前 我們還在做電台快萬必的時候 我和他們吃過一次飯 我的印象都 都頗聰明 能言善變 想不到什麼都搞了政治 那時候還沒有牽涉到政治 當然如果說是在藝能界的成就 當然是 月蘭天師比較好 他們是copy月蘭天師 月蘭天師現在就離開政治 月蘭天師就另計 我覺得 沒有用國安法也算是 算是OK 其實他用國安法時也會說 不是 我都說了 你還未到身份被人使用國安法 那你也沒這麼說 昨天旺角被捕的二百九十多人 警方說有用國安法起訴 你如果極度是甚麼 極度 那當然是 那個身份 那個身份 很低 不過他只會用一支旗電單車衝過去 我這樣也沒計 你又要看你做了甚麼 我只是說而已 看看是否用國安法起訴 昨天在旺角被捕 以及他的理據情由 或是甚麼 他怎樣做 在街上大叫打倒中共 香港獨立 此類 看看情況如何 譬如昨天也有整堆人 在 那些人入了浪豪 都不斷地唱歌 警察在這層 樓下的那層 一直唱榮光歸香港 那是不是一個分裂國家 或者一個 犯了國安法的罪 那就是看你怎樣去判斷 你說是都沒問題的 他們真的在講港道 是不是 但是你告多少呢 因為現在在講國安法 一動就三年了 是不是 好像是 是啊 沒有判案的案例 我們不清楚 所以要看看情況 好了 還有一宗新聞要跟進一下 西九龍的聯網總監 鄭文華女士退休 到了退休年紀 應該是60歲 西九龍是甚麼 西九龍聯網總監 醫管局 有幾個聯網 其中一個就是西九龍聯網 現在接替他的就是 馬加烈的行政總裁 羅振邦 沒有問題的 一個高層 走了 另一個高層 接替 但是最大的問題 羅振邦其實在今年11月 退休 退休年齡 為什麼會接替到呢 因為醫管局教育主權 推行了一個退休人士 招聘計劃 可以退休的醫護人員 可以回去 申請其他職位 這次就是羅振邦 這個第一個個案 他可以退休之後 再回去做醫管局的管理層 西九龍聯網總監的權力 非常之大 管幾間醫院 有工會 醫護界工會覺得不滿 覺得違反這個程序正義 看你怎麼看 我覺得正常來說 例如你做公務員 做公家公 醫生 這些都是循序漸進的 如果你順便堵塞 退休後回來 那是對某些不公平 就是反腺 你覺得怎樣呢 我覺得就是這樣 首先 反腺是 被人覺得是很不舒服的 是很不舒服的 但第二就是 醫生其實現在 退休年齡應該是延遲的 因為實際上 醫生你到六七十歲 你做事都沒有分別 沒有問題 梁志雄八十多歲 都幫黃毓民做手術 沒有問題 輸了黃毓民 就會死 東區也說有個醫生 應該是八十多歲 正在應診 其實你八十多歲 應診是沒有問題的 你八十多歲做手術 黃毓民就不好意思 找了梁志雄 如果不是的話 你的判斷應該不會相差太遠 那這些管理工作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是六十多歲 所以這些 我覺得這個問題 第一就是退休年齡問題 最重要最高層的就是退休年齡問題 但這個就是他所說的程序正義問題 程序正義問題 當然會有違反 你調來調去 因為你快要退休 你這樣調過去的話 會影響到整個 整個 系統 會有人本身升我的 那些系統 那些系統都是升了利 我下一格就升稅 因為如果你在商業機構 那就無所謂 我是這樣 但問題是 如果你在公營機構 始終會有一個公道的問題 當然如果你是最高級的位 那些系統的系統 有力計 即是我做過司長 你以為你財政司司長 一定會升職務司司長 我空降一格下來 你不要出來不出來 因為這是最高級的職位 如果他最重要是因為他去到最高級的職位 究竟要如何處理 這件事看看情況如何 因為我都見過很多醫生 如果他可以做到工作 我都親眼見過幾個 因為我去醫院都逃了多久 即是60歲的申請可以做到65歲 但這次不是 這次是招聘問題 即是可以再招聘全新的計劃 是否翻腰限臭 但問題是 如果通常最高級的 就是 要求狀況是不同的 是的 這些都是 管理層 看看跟進的情況如何 另一則新聞 真的要講講 他在元朗 有一個 租了給一個恐怖的租客 他不交租 然後他就 找一些武器去禁錄他 包租婆 打到他頭破血流 然後 現在就被捉了 在他 這個恐怖租客的家裏 發現他是軍火褲 又有槍 又有刀 很尷尬 即是他至少沒有鞠 沒有 他撕了一些東西 但有問題 這個人究竟是 什麼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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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等警方說出來 我這件事是 如果給我 家裏有一個軍火褲 我肯定不會夠膽去打 那個包租婆 因為這件事是 一來到 你這件事 整個 狀況是 很嚴重的 很嘔吐 所以 那件事 就是一些愚蠢的人犯法 這就是我經常都說的 有些事情 如果你做一個好人的話 或者一個循規導舉 市民的話 你愚蠢是不要緊的 但是你要做犯法的事情 又要拘捕 又要什麼的事情 又這麼危險 你這麼愚蠢的話 那就是幫他 現在分分鐘不是 釘去打包租婆 打包租婆 不用了 現在分分鐘釘去 又有真相 好借 真的很尷尬 包租婆事後 以後都不敢 再不敢在網上找租客 這是網上找來的租客 可以加那些房子 是貨櫃的 是的 但是網上找租客 我想你用任何方法找租客 都是這麼危險的 網上會再危險一點嗎 是不是不見 通常我們現在租 如果你在市區 經過一些經紀租屋 簽約那一刻 有一個經紀在這裡 會問長問短 可能是 你做什麼工作 我也試過有一次 問長問短 你拿身分證都不夠 做什麼工作 有沒有功能證明 你有沒有稅單 那次的經驗 網上的事情很危險 那次的經驗就是 我不租了 我不想給那麼多私人資料 因為有很多東西 不需要租你的房子 因為 情況應該是這樣的 網上應該要問一些 但是現在的 很信網上 你在外國的 share的房子 都是全部網上 沒錯 好像這個世界沒有壞人 我經常都覺得 很奇怪 這個就問水一點 軍火庫 真的難搞 好 我想說 上個星期發生 一個46歲的 媽媽 媽媽 現在涉嫌謀殺了 一個21歲的 弱智的兒子 我稱呼為 很大的悲劇 現在都 進入法律程序了 但是 有件事想跟進的 就是原來 這個案子是這樣的 如果你是一個 中度弱智的人 嚴重有嚴重弱智 就一直照顧下去 你的軟世可以 嚴重就是 其實嚴重不是弱智 那些是腦 出現問題的人 照顧不到自己 我去過 中度弱智人士 他離開了 求學階段 的軟社 即是 求學階段 照顧到18歲 他就會離開 他要進入成人軟社 其實很多時候要等 十幾年 現在的普遍 結果中間這十幾年 由18歲 到30多歲 其實是家人照顧 情況 很嚴重 那麼久的問題 究竟是土地問題 人手問題 當然都是不振問題 應該 這應該是要處理的 當然 最後就是因為 弱智人士 弱智社群 又不能投票 又不能投票 完全是 沒有政治實力 所以大家才不管 就是 很大程度上 這個經常都說的 故事 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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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了幾十次的故事 就是 當年的時候 引入 當年的時候 80年代的時候 什麼人是最大的 人肯政策 哪一人是最大的犧牲者 就是做馬姐 因為引入了費用 因為馬姐不識字 又不知道自己為何會窮 於是他們 在政治上沒有政治實力 又不用投票 於是他們是最大的受害者 但又不能發聲 又不能發聲 對 他們只知道自己的薪金 沒有加 他們不知道這個問題 因為引入了費用 這個 相同的問題就在這裏 相同的問題就是 這些人根本是 我只是這樣做 叫做有做就算 這些人在政治上沒有實力 始終這個實力上的餅是這麼多的 你照顧了 你用了這麼多東西去照顧的話 沒有了A就沒有了B 即是在其他地方撕回窟 是的 我為何要其他地方撕回窟 我當然要做一些 對於我影響力更大的 反正按住也不能發聲 我有朋友說過 這個叫做 小朋友撕回窟 最好就是 一出生就撕回窟 或者小時候撕回窟 因為小時候他就算痛也不能發聲 其實這個關於 唐氏綜合症或 弱智癌症的案件 過去十幾二十年 改善了很多 因為瀆頸皮技術 即是超聲波 瀆頸皮技術 控制了很多沒有出生 因為瀆頸皮太厚 即是有很大機會患上唐氏綜合症 然後就可以 雪紮下去 已經少了很多 你看到社會也少了很多 但是就希望 不如我講深一句 大家想一個社會好一點 全力做 想一個社會好一點 所以他就不做 怎麽這樣說 你想社會好一點 說政治和平 我都說了 那些弱智的人 沒有 那些弱智的人 是沒有 政治上 有資源和英國人 是否應該照顧他 如果你想好一點 你是想這些好一點 你想公平一點 對不起 就行為共產主義 我不知道共產主義國家對待這些弱智 如果是正常的 是一個 operate得好的 對於弱勢社群是會好一點的 但問題是有些 operate得很差 雖然說 你任何功夫打得不好 你都是這樣 但問題是 你不用聽 你講你就容易 那些人是沒有政治上的 bargling power 我們照不照顧 沒有政治上的bargling power 的人 這就是這個問題 你現在說 那些人 你死了是沒有人理會的 你不會 你現在看到的 就是在不停的 喊喊喊 那些 你是否照顧政府的精力 照顧了那些人的利益 還是這些不能出聲的人的利益 那就對 所以 如果到達後 你照顧不能出聲的人 你只是其他人的利益 就會少了 那些人就會出來吵 這時候你永遠都是 政治的問題就是 你一個病是這麼多 你是一定要分的 要不就是 你照你心目中的公平的分法 你如果認為不公平的人 對不起拉你去坐牢 要不就是 喊喊的 有實力的人 就拿大一點病 沒有那些人就不能分 你沒有其他方法 你知道有更差的方法 你這樣說 我都決定 要考慮參選立法會 你不可以聽左膠 你用膠負尼主義的人 因為我對於這些事 但是如果你如果左膠的話 基本上你一定不會 所有人 當然 因為你公平一點 那個人有實力 有權力 那個人可以有一個很大的反對派 他代表了某一個利益階層 你能否去打擊利益階層 就是這麼簡單 沒錯 其實理論上是應該要的 不過 這裏是有難說的 我們去看國際新聞 捷克總統出來說話 為了最近中國和捷克交互 降溫 之前捷克的眾議院院長訪問了台灣 中國的王毅 外長又發表了一些聲明 說要制裁他 要他付出代價 兩邊互鬧 現在捷克總統出來說 都不是致歉的 他都說中國的反應未免太大 但是這個眾議院的院長 他們捷克 以後都不會再邀請他 去參加一些 國家外交的事務的會議 和決策 這樣講得明白 希望這個中國 可以 大家和平淡化這件事 有些報道還沒法檢查 有傳聞說 他就剪了很多單 鋼琴單 剪了很多 首先就是 應該就我所知 我不敢百分百肯定 就是總統和議院長 和議院長 是屬於議長 是屬於不同的政黨 應該是 所以這件事就是 A 或B 或B 這就是他們的 外國的優勢 就是他們是多政黨制 或者是多政黨制 不同中國的一黨專政 如果是多政黨制 這個人說完之後 那個人可以不負責 不代表我 農門比較容易搬 沒錯 中國的農門比較大 不是很大 因為他被拘捕了 你不要複裁 說完之後 他不是我們共產黨員 他不認輸 不能這麼說 所以 就比較麻煩 這是挺好的策略 搬龍門 可能八大黨派 一兩年後 你搬出來用 沒錯 找他們發聲 搬龍門 適合聽 我講的 不適合你講的 比較好一點 好了 最後一則新聞也要說說 一路由中國牽頭 投行投資牽頭 泰國的黑拉運河 在泰國境內 馬來亞半島最薄 最窄的一刻 會開拓一條運河 鎮底 他在泰國和馬來亞之間 是在泰國境內 因為泰國兩個是連住的 如果你要去新加坡 你就要這樣繞過去 現在下來的路線 就是馬六甲海峽 但是如果現在這樣通過 你就不用經過了 不用繞下去了 歐洲過來的船 這樣通過就可以了 那些人就覺得 有人說 很短的 不是的 可以省一千公里 都不短的 因為都是一個圈 如果這條運河起了 應該最大鑊就是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一直 守住馬六甲海峽 海峽就成為了 運輸貿易的重鎮 最近就 我覺得泰國跳草群舞 又跟中國 Pizza美國 又跟中國談談條件 我覺得不會不起的 黑拉運河本身是需要興建的 是的 但是問題是否跟中國興建呢 就是 沒錯 那個女生是不是也要嫁的 但是他是不是嫁給你這個男人呢 他嫁給別人也可以的 OK 他玩東西的地方 不是他嫁不嫁的問題 他玩東西的地方 嫁不嫁給你的問題 就可以玩東西了 幾百億美金 誰給他就誰給他 沒事的 你全都給了 那條運河屬於我泰國的 任興建 即是送給我 送給我當然是興建的 問題不是送給我的 你興建了給出錢 就是你 巴拿馬還是蘇宇 巴拿馬 李嘉誠那條 巴拿馬 巴拿馬 李嘉誠 巴拿馬運河 其實一直這樣說 好嗎 巴拿馬運河不是李嘉誠 作的 所以中間是有分別的 他應該是擁有一些權利之類的 本身巴拿馬運河已經作了很久 不是李嘉誠 不是李嘉誠的 OK 當然這些運河是最嚴重的 蘇宜士運河 巴拿馬運河 那些全部都是 省很多地方 巴拿馬當然是 最厲害的 因為你 就在那裡過 否則你還要經過南美洲 這條運河 遲早也是 看看 情況如何 這條克拉運河 就算是一、二十年後的事 不簡單 作通整個半島 現在實話未有一撇 都是商討狀態 看看未來如何發展 那 新加坡 如果真的興建了新加坡 就麻煩了 一定是對他 不用說 沒有什麼事 那肯定是對他 但也不是什麼 因為新加坡現在 最主要 他希望會做回金融中心 做回什麼 即 貨運 都在香港 其實香港如果做貨運中心 要做轉口港 我叫轉口 不如我直接進大陸 所以 入鹽田 對 所以 香港 到了最後 你都會做回別的事 都是金融 反正都是李嘉誠 沒有什麼逃得出 這個世界 很奇怪 好 又不是補充 沒事了 今天 新聞聯播就是這樣 不好意思 我講得太多 我想comprehensive一點 等大家聽了這個節目之後 我們大家都想comprehensive一點 是的 大家都想 還有一件事要補充 就是 何俊堯 何俊堯 是一個黃司法官 被調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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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的時候 藍司就拍了手掌 是 原來他調了去 分配哪個官審 不是吧 做了secretary 這件事很重要 原來他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 本來拍了手掌之後 現在就變成了 但我來的時候剛才看到 所以我來的時候 剛才看到藍司網頁 不停的變成那件事 所以我們就沒死了 你以為黨主席權力很大嗎 總書記權力才大 因為任何文件 任何人手的雕稱 都是由我去處理 那個才是最大的權力 沒錯 很尷尬 所以事情就有很多發展 因為剛才你也知道 在我 在來到的時候 你來設定東西的時候 準備上來的時候看到的 正正是你有張良計 就是我有過場梯 沒錯 你以為我都可以讀什麼 你都可以讀我 因為昨晚也看到 其他藍司群組都拍了手掌 原來他做了分配 跟進一下 看看是不是有這樣的權力 可能去到那裏 不是 他是做法官 他登了那個是甚麼 應該都是有很準確的說法 他那個位置 是用來分配哪個官審 哪些案件 而那個位置 之前好像 類似人說那個黃絲 是前來做過這個位置 或者正在做這個位置 總之就是 那個就是我黃絲發官做的 作為一個藍絲 真是一件事 對他說了 好 希望大家分享 和按一下小鈴鐺 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 將我們的連結 貼多一些在社交媒體 推薦多一些 推薦我們的頻道給多一些人看 以及去我們亞洲電視 瀏覽一下 保證我們兩個 有意外收穫 好 明天我們的新聞聯播 再見 拜拜 拜拜